中文字幕 李宗盛 对 可以吗 可以啊 因为我本身是厨师 所以说当初想要做就是因为果雕 果雕就是兴趣 拉糖是取决于在法国 法国很有名 比如说做西点的师傅 他们要在西点上面 比如说西点蛋糕上面做个装饰 或者是他们的西点上面 比如说我一个小蛋糕 上面放点拉糖的元素下去 是从这边演变而来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玫瑰花 刚刚有没有大概是这种颜色 我们拉完就变这种颜色 会变点乳白色 但是现在我们会拉出另外一种颜色就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金属 真的有金属光泽 对 金属光泽我们把它做出来 我们现在卷花先 因为我们现在现场的 今天的温度比较低一点点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 拉糖的话其实 现场的温度很重要 温度跟湿度很重要 老师 你可以说 那几十分颜色 对 差不多我们的温度会 维持在二十度到二十三度之间 这是我们的花心 轻轻地带它就好 做花像花才是最重要的重度 要做的像花 其实我比较偏向于就是写实 拉糖两个手法 一个是抽象 一个是写实 抽象的方式在法国国外的话 他们会比较能够被接受 就是比较富有自己的创作能力 但是有很多人他们是看不懂 所以会偏向做比较写实的 像龙啊 凤啊 老鹰啊 还是人物啊这样子 只要是照片呈现得出来 我就想去尝试把它做到像 好 那我做个小东西给你吃一下 那老师看桶的做在生喔 可以啊 这可以吃啊 对啊 好 我先把它拉下来 好 这样子我就可以剪下来了 好 它会慢慢煸 对 它会慢慢煸 现在应该就拿下来 如果说我们没用剪刀的话 会一直变这样子 它一直拉 一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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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会变得越来越细材 它会变龙虚糖 对 但来桶的职业 除了金属光还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有什么其他的 金属光的话 那我们还有就是琉璃 琉璃就是做起来很透明 好 透明就跟玻璃一样 烤锅里的 就像我们还没有加热的汤这样子 老师你快试中央玫瑰花的时间 还有特别下功夫去看玫瑰花的花瓣啊 有 每一片 我们会特别去买玫瑰花 把它拆开来 拆开来后来把它逐步分解 这样子 其实就是一片片把它装上去 把它装上去 因为我做得很慢 所以我就会开始会做一个小微调 微调这样 让花开得更漂亮这样子 最后一会就会做一种 调整里的材料 在我们也懵守明骨的 就是你看这种 nächstes喔记得相当地弄一样 就做到搜行 但是一下子 两下班就能撕 能撕之后 你看这个发的顺候 粘逐步的 然后翔翔地抖一下 某个逐步就会吸收起来 剛才會出到最困難的地方 因為我們有進行金屬色澤 首先可以拍到變成泡泡的一片 但在泡泡以後 人體就會非常脆弱 泡泡常有漂亮的色澤 但有做不到泡泡 才會出到溫暖泡 自然的難民是很困難的 剛才我們做到同一天的溫度 一天的濕度 不是說麵一招緩解 都會洋鄉堡 才會做出來有漸漸 這都懂得懂得細節 而是鼓勵 才不會像這樣一樣簡單